师父给世界佛友最后的叮咛 世界佛友大家好 师父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这一年时间 师父很想念大家 师父心中时时挂念着每个孩子 你们都是心灵法门的火种 无论师父在哪里 师父永远在你们每个孩子的心里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永远普照着你们的心灵 师父很爱你们 希望你们坚持佛道 永不退转 师父十几年为了弘法 肉身消耗 悲业很重 但是师父一直都在给你们加持 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好好学习 师父的白化佛法和开示 一教奉行 一教奉行 严守戒律 是成佛的基础 多多为众生真心付出 破除自身的我执我向 心中 心中常厌佛恩 我土恩 师恩 父母恩 众生恩 成佛的路上 需要真心澄清 永满精进 心系众生 一心向佛的孩子 释迦牟尼佛 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会永远加持 保佑 每个正信正念的好孩子 佛法的传承 靠每个佛子 心火相传 师父 会引领你们 到达彼岸 希望 你们珍惜末法时期 最后一般法传 众生的苦 就是师父的苦 师父 愿你们一事修成 报佛恩 师父 2021年 11月5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